我哪知道啊 他一个老婆子 疯竹残年了 有伤都没下的 能活几天呀 谁成想半路 杀出个程咬金 跑出这么几个客商来 听密报说 这书建前一个月以前 曾向皇上上了一刀密折 举报我和整个 山西官场的官员 当时皇上 忙于敖中堂的事情 所以将此密折留中未发 现在敖中堂 已经被皇上给捐尽了 看来这皇上 可以腾出手来 有时间整顿立志了 能不成 那几个神秘的客商 是来自京城的密室 什么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来来来 干什么来了 你慌什么 我告诉你 现在整个山西的官场 那就是铁板泥怪 只要书建一死 任谁 都查不出什么 你说得轻巧 书建什么时候死啊 他什么时候死 就最后这么一口气 他什么时候咽 他绝活不过今晚 龙大人 您陪着丽萍娘娘 先去探望书大人 卑职带着手下 把这驿馆里里外外 都搜查一遍 布置好安防 好 去吧 喳 走 丽萍娘娘 龙大人 这边请 娘娘 二公子 二公子 刚刚我家老爷醒过来了 当真是皇恩浩荡啊 这丽萍娘娘和钦差大人一过来 书大人就醒了 看来真是被本钦差给说对了 书大人一定是知道丽萍娘娘要来探望他 激起了他的求生欲望 所以他就醒了 多谢大人几言 这都是托了皇上的福 二公子 那就请带路吧 是 娘娘 书大人就在这个房间养伤 对了 皇上有一封密诏 要我单独交给书大人 有了二公子 先行回避一下 好 那我等告退了 你们也先都退下吧 是 义欢 你们三个就先在门口候着吧 好 喳 喳 安心 等会儿见到你爹 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千万不能太过激动或者悲伤 要不然的话 很可能会刺激到你爹 这样的话 他的伤势很可能会更加严重 是 臣妾遵旨 进去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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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爱情 说爱情 楚哥哥 怎么办啊 你说这书见会不会认出 徐姐姐是假冒的 谁也没想到 书见还能醒过来 事到如今 只能随即应变了 你们两个在悄悄商量什么 什么都没说 我明明看见你们两个在悄悄商量 你们一定有企图 我可告诉你们 我在这宫里三十多年 好不容易才有今天 你们两个可不能让我 连紫禁城都回不了 叔父放心 我保证 你跟康熙 都能平安回京 皇上 来 先别急着起来 安心躺着 说爱情 不仅朕来看你了 你看 还有谁一起来了 爹 你 你是 我是 婉欣啊 婉欣 你怎么还在这面纱啊 臣妾 又喜又憂 都糊涂了 你 你是婉欣 真的是婉欣 你怎么来了 叔爱情 朕知道 你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所以啊 朕特意 带她来一同探望你 临出宫前啊 朕已经封 婉欣为 礼品了 朱朱永和宫 谢 谢主隆恩 婉欣啊 你既然 封了品 你就是爹的主子了 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来看爹了 要好好地 伺候皇上 婉欣 你忘了刚刚朕怎么跟你说的 别老顾着哭啊 皇上 朕先忍不住 朕先忍不住 行了 那你先去一边 稳定稳定心思 朕先和你爹说几句话 是 朕爱情 朕这一次千里迢迢赶来 一是为了 核实你秘奏中的几件大事 第二 是为了亲自调查你遇刺 你到底是被谁所赐 为什么他们要行刺于你 他们是不是因为知道你给朕上了秘奏 想要灭口 不 不是灭口 是想要金钥匙 此刻身手非凡 绝非普通劫匪 是臣 拼死保护金钥匙 才 才被打成了重伤 那你这么说的话 凶手应该已经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 你能不能认得出来 他们的身手 到底是出死哪里 不知道 臣只知道 在事发的前一天晚上 平息王府 秘密地 派了个人来 再来一个后 怎么样 好些了吗 你刚刚说的平息王 平息王派谁来 派他来做什么 你 李 李平娘娘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下巴也变贱了 爹 女儿是思念您啊 虽说皇上对臣妾特别好 可是女儿 未没想到爹地您岁数大了 身边有每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女儿这心里就放不下呀 可是 你这眼神跟从前也不一样啊 爹 您糊涂了 女儿已进宫数月 哪能跟在家里当姑娘时一样啊 面色怎么也变了 这连日来赶路 这连日来赶路 女儿染了风寒 吃几副药就好了 爹爹不用刮心 爹 帅姓 爹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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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太医 爹姓 爹姓 李太医 爹姓 主子 怎么了 您看看 率性晕过去吧 主子 舒大人的脉象很不好 只怕随时都可能 那 可还有救 臣谨谅一事 只是 舒大人本就重伤未愈 又元气大伤 好不容易见到了主子 还有丽贫娘娘 难免心情激动 多说了一些话 自然便撑不住了 至少 三日之内 不宜再让她受到任何的刺激 更不能让她说话 否则再次耗损元神 恐怕 就无力回天了 知道了 您先去煎药吧 臣遵旨 丽贫娘娘 主子 要不然咱们也先出去吧 让舒大人好好在这儿 敬仰一下 李德夫 你留在这儿 亲自照顾书箭 喳 走吧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 这个书箭受了那么重的伤 居然还能发现 我跟舒婉欣的细微不同 多亏我在她的水里 下了迷魂药 把书箭迷晕了 婉欣 快到门水了 是 舒婉欣 舒婉欣 否则 她得多盘问我几句 就算我能应付得过去 康熙啊 也还是会起疑心的 也不知道 六师傅找到舒婉欣了没有 咱们两边 都不能再出半点叉子了 否则 清城的身份就暴露了 只有我一个人暴露不要紧 万一康熙心思那么缜密 她会想咱们在宫中的点滴细节 就会把你们两个眼怀意上当 舒婉欣 就交给六师傅了 至于这个书箭 不能让她再醒过来了 你们什么意思啊 你 你要杀了舒婉啊 不行 我不同意 舒婉不同于敖拜 也不同于刘德昭 在敖拜全世熏天的时候 他却敢冒死 向皇上上一折 为民请命 这样的好官你也要杀呀 我不懂什么国家大事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师父们一直说要光复大明 但我只知道 在这个世上 你们跟师父是我最亲的人 既然你们说我们是大明的子民 那我就有责任跟你们一起光复大明 可如果光复大明 就要滥杀无辜的话 这我坚决不同意 欢妹 你别说了 我不听 如果你要真的杀了舒婧的话 我再也不理你了 大师兄 就算义欢不反对 我也觉得这件事 要在驿馆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 杀了舒婧 这风险也太大了 稍有不慎 就会被康熙发现破绽 那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那这样吧 我试着给舒婧的药中 加入少量扰乱新神之药 让他暂时丧失神志 等将来风平浪静了 我再帮他恢复神志 到那个时候 我们也不必将舒婉馨 软禁在明珠谷了 他们妇女也能够团聚了 这个我同意 你看 其实只要我们稍微用点心思 都为其他人考虑考虑 不就有两军七妹的办法了吗 只是 要让舒婧像敖拜一样丧失神志 又不让人察觉 这难度比杀了他更大 但是为了不让你失望 我愿意冒险一事 二公子 本钦差听舒大人说 就在案发的前一晚 平济王爷 曾经派人来找过你 不错 事发前一晚 我父王确实派人来找过我 只因为我等 刚出云南境内 就遭遇了一股劫匪 不仅 我父王进贡的一些云南特产 还有一些值钱的财物 全都被劫匪给劫走了 我父王十分震怒 所以就派人过来追问详情 我与十副将 把情况禀报清楚之后 他们就返回滇都去复命了 怎么了 龙大人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什么疑问 本钦差不过就是随口问问罢了 不知 钦差大人还有别的要问的吗 没事 那卑职先行告退了 好 这吴应齐遇到书箭之前 确实遭遇过劫匪 他们也向朝廷禀报了 所以我才会派书箭 护送他们进京 只是这平溪王派人来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财宝吗 你怎么看 朱子 您是不是怀疑 这刺杀书总兵的刺客 和平溪王有关 可是 如果这平溪王早就知道 这金钥匙的秘密 那何必先派自己的儿子 把金钥匙送往京城 然后再派人半路去抢劫呢 那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奴才以为 这刘德昭 可是敖拜一手提拔的 敖拜老奸巨华 他会不会 假意向皇上禀告 这金钥匙的秘密 然后暗地里又派人 悄悄地来劫呢 主子 主子 书箭大人他 他 他没了 奴才一直听从主子的吩咐 守在书箭大人的房门外 就连一只苍蝇也不让飞进去 可是刚半夜的时候 奴才就腹内疼痛 我等不及换班的人来 就去了趟茅厕 前后才一盏茶的功夫 等我回来 书大人他就 人还是软的 确实刚刚过去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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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 钦差大人还在旁边呢 爹 父亲 义太医 晚饭之前 我还跟你探望过书箭 当时他的脉象不是一直很平稳吗 当时确实有所好转 只是不知 怎么突然救 怎么了 有什么发现吗 书大人身上有一股辽山参的味道 此时用大补之药 反倒成了他的催命符 所以你的意思 舒大人是被毒死的是吗 可以这么说 舒大人冒死未明起命 如果还有人毒害他 那这个人 就是是非不分 丧心病狂了 柱子 卑职已将这驿馆里的 所有人等 全部都拘押起来了 好 你先分别询问 只要是有可疑的人 全部都带到大厅来 待会儿要亲自承问 这 朱哥哥 你实在让我太失望了 环妹 人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 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你对我 就这么没信心吗 今夜 我杀的 我尽管 我杀的 我杀的 有 不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说有人抢在你之前杀了书剑 没错 而且那个人我们都认识 是这个驿馆的驿成 驿成 驿成为什么要杀书剑啊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康熙说什么你都信 偏偏我说什么你就不信 不是 竹哥哥 你先别生气啊 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知道吗 如果你为了光复大明 变成了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的人 那样我会很难过 很失望的 你放心 光复大明 是我一生的责任 我无法逃避 只能全力以赴 但是在我心里 永远把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你的竹哥哥宁愿死 也绝不会让你失望 让你增恨 竹哥哥 你能不能别这样看着我啊 你跟我说的这些话 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你不要觉得有压力 这是我对你的心 至于你对我的心 都听凭你的意愿 我绝不勉强 你说那个 议程为什么要杀书健啊 早不杀晚不杀 偏偏这个时候杀他 我也不知道 康熙已经命索额图 挨客室门所有的人 我虽然没有办法 出面拆穿议程 但这个小小的驿馆 早就被索额图 所带领的大内侍卫 在暗中包围 外人根本无法进入 要想查出 在夜间刑迹可疑之人 并非难事 糟了 这樊姐姐 夜哥哥还在驿馆当中呢 他们会不会被索额图 当成遗凶啊 小师妹 我们没事 放心吧 夜哥哥 没事就好 小师妹 大师兄 我们又见面了 夜师弟 你送给欢妹的 金手镯很好看 我替他谢谢你 我本来 想让他把那手镯戴上 好歹别辜负了你一片心意 但他自己不愿意戴 所以 夜哥哥 我 我现在的身份 是钦差大臣的丫鬟 所以我身上 不能带贵重的东西 不过你放心吧 我把那个金手镯 已经好好地收藏起来了 不带就不带吧 收好就行了 大师兄 索额图已经找我们问过话了 有无应期作保 他也不敢为难我们 那就好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康熙应该很快就会查出 是一城下的毒 不 真正毒死书箭的 不是一城 书箭上前好转 肯定是无应期 和时清红不愿意看到的 而正巧 师姐的房间 就在时清红和无应期的对面 所以今天晚上 我也让师姐多留意一点 他们那边的动静 我一直观察着对面的房间 结果发现 时清红悄悄从房间溜去 那个黑衣人 就是时清红 难道 今晚潜入书箭房间的 除了我跟一城 还有时清红 没错 大师兄 我们何不借此机会 挑起康熙 跟吴三桂之间的矛盾呢 这是一个好机会 叶师弟 你一向心思缜密 思虑周全 如果你能把所有的心思 都用在光复大明的大业上 我相信 你爹和师父们 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知道了 大师兄 我一定会抛弃杂念 一心光复大明大业 好 但愿 你能说到做到 此处 不是说话之地 索额图已经将 驿馆的人通通绑起来 等着康熙亲自审问了 我和叶师弟 也得赶紧先回房间了 你们 也快点去听审吧 好 注意安全 走 注意安全 秦差大人明察 小的只是路过 舒大人房间 看见门口无人守卫 放心不下 这才进去看了一眼 怎么会是小的 下药杀了舒大人呢 你还敢狡辩 本官已经问得清清楚楚 你太医开的药方中 根本就没有聊山深 药铺的伙计 也已经证实 今天下午 你确实去买过这种药 一款的人 也看到你夜晚之时 悄悄进过厨房 大人饶命 大人 小的是看着舒大人 近日身子虚弱 想帮他进进补 小的也不知道 这补药居然还会杀人呢 到了现在 你还敢抵赖 真的以为 本官好欺骗是吧 你一个小小的议程 怎么会有胆子 谋杀朝廷命官 肯定是有幕后主使 你最好同事给我招来 说不定我还能留你一命 回禀大人 小的冤枉 小的在药里面 确实放了辽山深 但舒大人 却非死于小人之手 今晚 小的端着药碗 去给舒大人送药 施青红 原来是你 真正的凶手 跟小人一样 是用辽山深杀人 小的听见舒大人 在临死之前 亲口喊出了 真凶的名字 就是施青红 混账 你血狗派人 秦柴大人 卑职今天晚上 一直在二公子房间 陪二公子下棋 这一点 二公子可以为卑职作证 不错 秦柴大人 今晚施青红 一直在我屋里 与我对弈 直到听到 舒大人申告的消息 我们俩才一起出来 秦柴大人 此事非同小可 施青红是卑职的人 此事可是牵涉到 平夕王府的清誉 我父王 历来是效忠朝廷 效忠皇上 我无应其 也是深受我父王的教诲 对朝廷 对皇上 那是忠心不二 还望秦柴大人明察 二公子请坐吧 这点本官自有主张 石青红 你即使整晚都与 二公子待在一起 那可有别人作证啊 房中并无他人 房间既无他人 那谁知道 你是不是在包庇他呢 这位姑娘 似乎对吴某 有些敌意 休得无礼 这平夕王 乃是国之动量 朝中良辰 不可无端猜测 倒是你议程 你虽已承认 有杀人的动机 可究竟是谁 指使你这么干 无人指使 是晓得与舒大人 有私人恩怨 舒大人官拜三品 你一介小小议程 恐怕连给舒大人 提携都轮不上 何来私人恩怨直说啊 不瞒大人 舒大人 曾经因为小事 给了小的一把鞭 小的就此怀恨在心 但舒大人 确实不是小的杀的 还望大人 好好审问石清红 够了 我平夕王府与你素美平生 你为何硬要将这屎盆子 扣在我平夕王府头上 小的确实 亲耳听见舒大人 临死的时候 说的是你的名字 小人没有撒谎 你 石清红 不得鲁莽 我平备让你 我平备要 我平备要 百分之一 我平备要